正式配备海洛因解毒剂的执法人员 海洛因是一种非常容易上瘾的非法接头毒品 海洛因是从一种自然生成在 因素植物种甲内的强力药物 马非所制成 过量服用海洛因 或其他含鸦片类如 氧可酮和氢可酮等药物 会令人呼吸衰竭 而导致吸食者不省人事 如果不妥善处理 还会出人命的 由于全美过量服用鸦片类药物的案子不停的飙升 有更多的警察部门正在认真研讨 与其在现场等待医护人员的到来 不如让他们的警察和其他第一线救援人员 配备鼻腔喷雾式鸦片解毒剂纳洛克松 因为警方往往是最先到达现场的 而在事发后的头几分钟 也是挽救一个生命的关键 自2010年10月起 麻塞诸塞州昆西市的警察们 就开始随身携带纳洛克松 在昆西警察局的派翠克格林探长陈述说 他们已经施打过221次的药剂 并有211起成功救援用药过量的案例 在新泽西州海洋县 警察局为了企图阻止越来越多因用药过量而死亡的事件 也正准备培训警察们 攜带海洛因解毒剂 用药过量致死的案例 从2012年的53件翻了一番到2013年的112件 警长汤马士·德莱恩声明说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必须得采取些行动 警员们也不希望呆呆地站在那儿 等待紧急医疗服务人员的到达 该县将从县里没收药物的基金中 来支付每包和台币750元的鼻腔喷雾式的纳洛克松 在2013年初 新墨西哥州爱斯潘纽拉市的警察局 成为美国西南地区 第一个为其警员和急救人员 配备纳洛克松的单位 公共安全主任 埃瑞克·加西亚表示 我们需要配备的并不只是武器 我们执法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要保护和服务公众 并维持大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引医学专家 亚类山大·沃雷解释说 纳洛克松在大脑里与鸦片受体结合 取代了其他药物 并逆转鸦片所产生的作用 他并且说明 纳洛克松可以通过注射到肌肉 或鼻腔喷雾的方式进行 效力可持续30至90分钟 但他并不会扭转其他乳骨科检 或脱氧麻黄检等药物的影响 滥用药物服务局主任 希拉蕊杰考布斯声称 执行人员对携带和适用纳洛克松 都有正面的反应 此外 许多消防局也正在考虑让第一线救援人员 配备纳洛克松 同时 还有更多的单位 对此举也表示出了高度的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